花蓮县政府和花蓮县读经学会共同举办第18届读经会考 19号是在县立体育馆盛大举行 现场是满满人潮 除了摄氏区位闯关 考生只要通过任一个课段 就可以获得勤学奖励金 希望可以鼓励孩子们透过阅读经典 培育出正确的人生观 也奠定重要的人格基础 花蓮县政府与花蓮县读经学会 共同主办的第18届读经会考 19号在花蓮县立体育馆盛大举行 不少家长一大早就带着孩子前往会场 要验证平常的学习成果 因为小时候的记忆力其实是最好的嘛 对他现在读起来 其实之后就比较不会忘记 我觉得很棒啊 其实就是让他们就觉得说 除了来这边就看到 其实大家还有很厉害 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 还有更厉害的人 现场满满人潮 考生们只要通过任意课段 就能获得勤学奖励金 而学会也特别与北昌国小合作 设置区位闯关 希望借由象象杂根的经典教育 来提升社会良善风气 并让经典更贴近日常生活 我们从基础的这个读经的推展开始 我们发现孩子的学习能力非常棒 而且你让他在一个很快乐的氛围当中 他学什么就像什么 因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 所以经典当中 他没有量的问题 就是没有多与少的问题 只有一个问题 喜不喜欢读的问题 所以我们发明线读经协会 创造了一个叫做 亲子快乐读经 让孩子在很快乐的氛围当中 他又能够把经典很快容易的读送进来 再来他又很乐意来学习 现在无论是AI或是CHEP GPT 或者是学习 现在基金故事前提 如何能够在我们的孩子心中 能够给他们一个善 以及道德的一个基础的奠定 以及我们国学的内涵的涵涵 老师还有我们所有的家长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很感谢花莲县政府 我们今年的整个小朋友报名 是免费报名的 那亲子一起共读 今年也特别推一个就是 趣味多 闯关多 奖金多 所以亲子带到这边来 可以读古圣先贤的这个经典 另外读完之后 可以来亲子的闯关活动 读经教育的推动 让品格教育从根基做起 花莲县政府也与花莲县读经学会合作 以预教娱乐的方式 到各校办理读经闯关活动 并提供学校教职人员 推动读经教育的策略参考 希望透过与经典同行 与圣贤为友 累积花莲学子的职能资本 记者 徐丽晴 花莲师报导